王嘉尔有多爱过 在韩武功期间 一位小朋友用英文问王嘉尔来在哪里 他是这样回答的 当他以前辈的身份参加心动亚洲时 首先问候的就是中国练习生 最后还和学员们唱起了中国国歌 每次要自我介绍时 王嘉尔都会说自己是中国成员 当粉丝用韩语跟他打招呼时 他还会大声地回答对方 I am Chinese 有一次王嘉尔开演唱会 台下粉丝递给他一面中国国旗 他本可以视而不见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激动地接了过来 然后高举国旗向全场展示 最后王嘉尔更是骄傲的 把国旗按在身上 那股自豪感都快溢出屏幕了 在谈及自己的运动员父母时 王嘉尔除了说他们都参加过奥运会以外 还特意强调的 他们都是代表中国出产 或许正是因为有这么优秀的父母 才能培养出同样优秀的王嘉尔吧 去年二月 王嘉尔以个人名义 卖下香港价值 3880万的顶级豪宅天席 具体这是全世界上最高的住宅 每平米的价格在4万以上 或许有人会感慨 明星赚钱就是轻松 随随便便就能拿出几千万买房 但实际上 王嘉尔是全家最不成器的那个 1994年3月28日 王嘉尔出生于中国香港的一个运动员世家 他的父亲名叫王岳基 曾为中国夺得首枚亚运会极简金牌 被誉为亚洲第一简 退役后 他就成了香港基建队总教练 我国许多基建国家队队员 都曾找过他拜师许义 而他的母亲周平 也是中国女子体操队的名将 曾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体操女团铜牌 王嘉尔的爷爷 还是医学界的泰斗周永昌先生 他是中国超神医学的奠基人 如今我国许多超生方面的书籍 都是由他亲自编身的 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 王嘉尔自然非常优秀 他从小就在父母的监督下 学习基建 曾获得过三次亚洲冠军 三次全国冠军 九次国际和香港冠军 据说国家队 曾向王嘉尔抛出过橄榄枝 打算让他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 但当时王嘉尔 发现自己更喜欢音乐 就拒绝了国家队的邀请 而同样被王嘉尔拒绝待 还有大名鼎鼎的斯坦福大学 尽管有着这么牛的架势 王嘉尔过得 却像个地主家的傻儿子 记得在某个采访中 王嘉尔透露 自己住在二沙岛 介绍了很多比较有名的小事 还问主持人有没有去吃果 主持人回答没有事 王嘉尔一脸震惊地 问他为什么不去 主持人非常理智气壮地回答道 这时王嘉尔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竟然还是个富二代 娱乐圈的明星素人们时期 和出道后的差别有多大 现在国内有许多艺人 都曾经有在韩国留学的经历 众所周知 韩国的整容行业非常发达 而这些艺人 在经过韩国公司的训练后 也达到了堪比整容的效果 首先就是蔡旭坤 这是蔡旭坤早年的一段视频 可以看出来 那时候蔡旭坤还比较青涩 虽然唱功不错 但有一点点爆牙 距离帅气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再看现在经过 韩国公司改造后的蔡旭坤 虽然一心能看到一些过去的影子 但在气质上 可以说是判若两神的 而和蔡旭坤 有过类似经历的 还有王嘉尔 王嘉尔曾经是极限运动员 拿到过三次亚洲冠军 和三次全国冠军 不过或许是家校比较严的关系 早年王嘉尔顶着一个蘑菇头 看起来就是个乖宝宝 可是在韩国正式出道后 却变成了秦族的荷尔蒙 当然也有一些差别 并没有那么大的 比如前XO成员张艺兴 早年的张艺兴虽然留着一头半长发 看着有些非主流 但已经难掩身上的帅气 在韩国练习了几年后 张艺兴更是完成了华丽的蛻变 直接从小奶狗变成了大狼狗 不过也有比较可惜的 那就是承销 承销出道前颜值就非常好 甜美的长相不知到俘获了多少少男少女的心 而在出道后 承销却摇身一变 成了性感火辣的成熟大姐姐 虽然这样的承销 同样非常有吸引力 但少了以前那种纯真的感觉 或许这就是有得必有失吧 你还知道哪些出道前后差别比较大的明星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